我就是川普總統 川普總統 川普總統總統 是把手袋衝刺 血液了 前面總統川普賓州造勢現場 三聲槍響 震驚國際社會 川普遇襲消息曝光 馬斯克除了正式宣布全力挺川 還在歐巴馬推文底下酸言 表態速度至少比拜登快 各國元首也陸續發文 剛上任的英國首相施凱爾 表示震驚並譴責暴力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強調 必須堅決反對任何針對民主的暴力行為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則指出 政治暴力永遠令人無法接受 放言國際 2018年巴西總統大選 候選人波索納洛 周月掃接遇刺 隔月立刻高票當選 對比這次沒選 距離投票日還有四個多月 是否影響選情 威斯康辛州眾議員 范奧登接受國際政治媒體 Politico訪問時斷言 川普已經贏了 紐約州眾議員 德斯波西托也說 這起事件無疑會激出更多選票 應對首場辯論後的艱困選情 拜登想挽回選民的信心已經夠辛苦 現在又發聲川普遇襲 這聲戰鬥口號讓川粉情緒飆漲 拜登該如何應對贏回選票 引起美國政界高度關注 下輪新聞 柳哲宇報導